TVBS 42台初戀的情人 剛開始的時候會覺得 有一點點輕鬆 想著今天要去哪邊吃飯 但是我現在覺得有點茫然 我們一定要去哪裡 前劇中 下台一劇中 我的心情真的是 當天跟大元姐就是一直 對啊 他們一直這樣 就是非常開心 然後今天呢 這場拍完殺青的這個場次 我覺得非常的 感傷 有點落寞 因為要跟大虎 慢慢的就是要分離了 殺青 這一部我對大元的演技 其實滿驚訝的 因為他演這個方佩茨 他有很多場哭戲 他幾乎都來真的哭 結果就變成初戀的情人 的劉雪娃就是林大元 我一直覺得我的女兒佩茨 就是大元 還有跟那個劍梁 蘇宏他們實際上 好像真的有在談戀愛 因為我發現他們 不管是瑞戲 還是走戲 不管是開幾遍 他們手都會精簡地握在一起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問 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剩下的 大概剩下的 大概剩下的 那不好意思的跟我說 不好意思 謝謝他們 關於佩茨的笑場 我們可以做一個系列 幾乎可以湊到四十幾 可是我也是到後面 這個太差心才開始笑 然後尤其又是 跟劍梁對戲的時候 最起戲來是放最鬆 然後最舒服的 所以我會不小心 就是放太鬆 對所以一切都是我不對 一切都是我造成 不是 是心靈上的鬆懈 放大話 這個人罹患了 早發行男子海默症 不管是搜集資料 還是近距離的觀察 對我而言 都不是一個 太好詮釋的角色 但是我越演越覺得很悲傷 我覺得是有一點 心有其其焉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每個人都有一個 說不出的痛苦 自己說不出來的委屈 往往都只能自己消化 但是我拍這部戲之後 我覺得 我應該要多走進人群 多跟大家一起的來分享 我的開心與不開心 因為有的時候 你自己一直在那邊糾結 會在死活動裡面打轉 走不出來 我覺得這是這部戲 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啟發 那我也希望 經由這部戲 可以讓大家一起來關心 不光是阿森還默症 這世界上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需要關心的朋友 這個劇本其實符合了現在 年輕人跟爸媽的一些出動點 但是我覺得這部戲很好 你點起現在的年輕人 跟爸媽起衝突的時候 回頭想說其實爸媽是愛你的 你看喔 我們從前面演到後面 最後爸爸終於知道 女兒、家人、幼女都在身邊 包括他的出現情人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關心的 我覺得這部戲 有的重點就是兩個字 關心